怎麼慶功夜上就把長輩給收起來了 因為這樣才有那個成年 好啦 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啦 謝謝所有的記者 媒體朋友們 然後很開心這一次又能夠在小巨蛋 然後又是創了三場 對啊 三天 You made it 了不起 做唱長 You did it 今天就是鹹酥雞 珍珠奶茶 雞排 吃下去了 吃下去了 破劍掌 我罵掌喔 沒有 其實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場 所以就想說要放鬆 然後又加上就是看到這麼多媒體 大哥 大姐們 然後沒有喝過這個部落特調 所以就很興奮 就自己也試一下 因為在練團的時候我也有喝過 然後我的樂手們幾乎都是老外 所以給他們喝這個 他們就精神很好 有沒有 不要鬧事喔 那個攝影大哥們 所以今天打算也是 等一下之後要喝個不醉不歸奶 沒有到不歸來 還是要歸 這一次的演出自己打幾分了 99 所以一分是 一分是在讓自己更進步 因為一定要給自己這麼高分 是因為 不要讓自己有太大的壓力 因為我覺得我之前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反而在台上很不自然很不放鬆 信心非常滿耶 爆表 對 而且跟剛剛就是跟經紀人還討論說 我覺得我們下一次好像可以再那個 挑戰一下更多不同的那種飆高音 哎呦 我覺得你今天一直在讚美自己耶 說自己很會寫 真的嗎 會唱歌 長得又漂亮 身材又好 就是為什麼要扮演唱會 也是主要就是要告訴大家 阿琳真的很厲害 是不是 天生歌姬 而且前奏後奏 扮三場了 三場 是不是來一點掌聲加尖叫 各位媒體大哥 大姐們 你們是不是看我成長 是不是如此 是 謝謝 我覺得還是唱跳耶 好唱跳 因為到現在 你們都沒有問我說 跳舞這個東西 我覺得有點沮喪 哈哈哈哈 我希望我可以下一次 就是真的就是 一個小時都是唱跳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像酒令那樣子 對 因為我就是有看到演唱會 所以就覺得 哦 我要跟我的偶像致敬 對 最主要最主要就是 邊唱邊跳這件事 真的非常難 很難 就像我第一場的時候 我真的是 跳完第三首的時候 我就 那時候還沒有排舞哦 只是 跳一小小的 然後就很喘 所以我希望 在下一次的演唱會 可以這樣子挑戰自己 嗯 好 謝謝 不跟人家 啊 咗